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經歷反送中運動 《港版國安法》實施 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出走 據香港官方統計數據顯示 去年選擇移民離開香港 總人數達39,800人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副主席 法律相關工作者鄭傳柱表示 自2019年底 他就開始協助香港人辦理赴美合法居留 解決相關問題 他說 幾乎每天都有香港人找我諮詢 尋求庇護援助 因為《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很多在反送中運動遭警方逮捕 保釋的人又被重新捉捕 判處重刑 有十多名港人正嘗試與鄭傳柱聯繫 希望能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 鄭傳柱表示 這些遭香港警方逮捕 指控暴亂罪的人裡面 很多都只是出現在運動現場 他們沒有打、襲、搶 更沒有做出任何暴力、過激的行為 但中共為了達到肅清、震懾的作用 不分青紅造白地大抓捕 鄭傳柱說 現在香港已經可笑到 指控暴亂罪的警察需要匿名 因為香港警方亦自知證據不足 這些被捕者中不乏無緣故就遭警察懷疑、逮捕 歷明舉報起訴所謂的暴徒 不過是再次證明了香港沒有暴徒 只有暴徒 有一名曾在香港懲教署工作的職員 因參加反送中遊行被拍照片 就遭降職處分 他辭職赴美後仍很擔心在香港親友的安危 鄭傳柱說 中共最擅長的就是用親友威脅海外異見人士 這招亦用在香港人身上 不少遭判刑、通緝流亡海外港人的家屬 在香港被騷擾 警方上門拜訪、搜證 態度惡劣如抄家 逃亡至美國的香港徐佬說 我不能使用真名 也不能公開真面目 否則 在香港的父母和朋友會有很大麻煩 在參與香港理工大學戶校行動遭捕前 香港徐佬的母親和幾十名家長 在通往里大的橋口處戴著口罩舉牌靜坐 希望見到孩子 並通過媒體影片表達對兒子的祝福 香港徐佬的母親含雷控訴香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機 希望孩子不要受到傷害 鄭全柱說 美國公民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被中共通緝 擁有美國綠卡的華人 也因支持香港上了中共政府的通緝名單 很多人就算到了美國 還是處於恐懼之中 在1950年開始 很多大陸人為逃避中共統治 偷渡至當時仍是英屬地的香港 1962年大饑荒後唯一高峰期 逃港潮促使 強化了香港人反共的意識形態 香港曾收容協助遭共產極權赤化的越南、緬甸難民 在1989年至1997年間 香港民主派人士更秘密協助在六四事件中 遭中共政府通緝的政治犯 協助他們前往香港轉乎西方國家 鄭全柱表示 六四事件後 以香港民主派人士司徒華為首的 黃雀行動 幫助了很多中國民運人士 如今香港人民遭遇中共和港府的威脅鎮壓 此時正在回歸曾作為中國民主燈塔 香港的最佳時刻 鄭全柱和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 光文等人發起新黃雀行動 營究2019年至2020年之間 參加反送中運動 在香港被抓捕、指控 下一步將面臨審判的抗爭者 目前已有一名香港青年獲得協助 輾轉由墨西哥進入抵達美國 2月9日 由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 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茲發起 共12名參議員支持的香港避風港法案 重新提交與參眾兩院討論 鄭全柱認為 在香港問題上 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應有共識 被封港法案獲通過的機會很大 屆時美國政府將指定曾參與香港抗爭活動 面臨緊迫被迫害危險的前線抗爭者及民運人士 為第二類優先移民 他們及其家屬 可以透過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 於第三國的美國大使館 或美國在台協會申請難民保護 否則只能依照目前的政治庇護途徑 必須要人抵達美國後 才有資格申請庇護 法案通過後會有更便捷的方式 據鄭全署所知 因中共病毒疫情造成美國庇護處理的資源 人力降低 2020年初申請者仍未安排面談 很多人的身份仍是懸疑未決 只能等待遙遙無期的面談積壓程序 加拿大、英國也有針對香港提供相關庇護的法案 據英國政府護照辦公室提供的數據 2020年前11個月 英國向港人簽發超過27.2萬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較2019年全年增加近八成 儘管英國政府放寬規定1997年後出生 18歲至23歲的香港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有BNO身份也符合申請資格 但據鄭全署所知 很多的年輕香港人還無法申請BNO護照 想要赴美尋求庇護 目前等待新王作行動救援的人數者中 但人力和資金有限鄭全署呼籲當年那些參與六四的學生們 反貴幫助香港 他說我們需要更多民間力量的參與 能多救一個香港人就救一個 得到的